那接下来呢 我在这边我要总结 当我们今天 您不知道要 仪表板要放什么东西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你就去文字创作 举例来说 什么文字创作呢 例如说在 我们给你的资料里面 我们是不是有说 这边有很多的栏位 有属于文字栏位 有属于数字型的栏位 那属于文字的栏位 搭配一个数字的性质的栏位 去产生计算 那还有呢 仪表板它最棒的地方 就是当你用两三个文字栏位 搭配一个数字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呢 一个文字栏位 搭配一个数字栏位 可以产生 例如说 各区域销售 这是一个文字栏位 搭配一个数字栏位 接下来呢 如果我今天我想要知道 各地区 各类别 产品的销售 这是两个文字栏位 搭配一个数字栏位 这个情形就非常适合放在仪表板里面了 所以简单的说 什么内容适合放在仪表板 所以像例如说这张报表 这张报表呢 它应该这么说 如果我们在一张报表里面 全部挤进去就是 各年各月各产品类别的销售 对不对 这是一张资料表 但是我们现在用仪表板来去做的时候 你就去思考 这应该就是什么 各时段 就是各年 各年的产品类别销售 所以仪表板的使用 我想应该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重点 你要能够找到问题点 这才是重点 这才是重点哦